腰酸背痛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年轻人要是得到僵持性脊椎炎 每天起床真的会痛不欲生 不过最近医学界有了突破 发现使用肿瘤坏死因子的抑制剂 就可以有效控制病情 不过当然医生还是要提醒病患 要多运动不抽烟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疼痛 早上起来腰酸背痛连接个电话也没什么力气 可别以为这是老人才会有的症状 医生直言 僵持性脊椎炎最常发生在年轻人的身上 这个病人好化在年轻人比较多 从大概二十几岁就会发病 基本上大概年轻人他最重要的症状就是下背痛 特别是早上起来的下背痛是特别明显的 到高中的时候出外之间一片脊椎在痛 我爬不起来 而且痛到非常的 很难去形容那种痛 完全甚至到不能动 在台上又唱又跳还不时露出结实的八块鸡 但其实明星周杰伦饱受遗传性 僵持性脊椎炎所苦 甚至还因此免除病疫 医生表示早期医院都会开消炎药给病人 但治标不治本 现在虽有更有效的药物能够抑制肿瘤 但医生人强调病人要躲运动 免得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发炎性的疾病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你不动它就会发炎得很厉害 所以基本上这个病最好 就是能够保持时常在要动的状态 那这个病最怕一件事情叫做抽炎 所以这种病人 病人绝对不能抽炎 因为抽炎会 第一个会让发炎的程度会加重 那第二个会影响到病人的肺功能 毒运动不抽烟 得到僵直性脊椎炎的民众 一定要及早治疗 保持健康的生活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疼痛 郁电TV谢梅芬 陈锡文邱欣怡高雄报导